今天上午在金门暗巡总队接获钓客通报是在金门轻语时缝当中 发现一具发胀的男性浮尸 因为尸体卡在沿缝当中 所以暗巡队员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把遗体拉了出来 初步判定死者应该是在四月初 在大陆厦门采科落海失踪的渔民 目前已经透过这金门的红十字会向对岸来查证 暗巡人员小心翼翼的把遗体从时缝中慢慢拉出 可以清楚看见身穿蓝色POLO3 下身穿卡吉长裤 右脚套着雨鞋身高约170左右的男子 身体已经浮重发白 出来 一 二 三 快步 一 二 三 尸体卡在石缝当中抢救过程十分困难 暗巡人员在现场先简单的祭拜和焚烧纸前 再合力把石缝中的木头移开 花了快要三个小时终于把遗体从石缝当中拉出 这个大体啊因为塞在石缝当中 呃搬运当中相当困难 12号上午8点20分左右 民众在清雨22点礁石区石缝中发现遗体 安巡总队接获通报立刻赶往现场 拉起封锁线紧急处理 4月2号侯市会有通报我们 在大陆那个大邓的洋塘 有一名采科的民众啊落海 那我们经过协巡啊在今天时候协巡到这名遗体 那经过比对跟红石会通报的那个特征啊大致相符 由于金门最近并没有失踪人口极有可能是对岸飘来的遗体 遗体目前已经送往殡仪馆 并且通报金门地检署检察官相验 同时也将透过红石自会与厦门家属方面联系 确定死者的身份 中间新闻李俊龙刘一军金门采访报导